大盤跟貴買指數 在今天連續第二天 壓在季限之下 但是自營商今天先衝了 自營商今天大買了54.3億元 但外資啊 自營商的做短 能夠抵抗得了外資持續的賣差嗎 而且不只現貨 在今天賣了53.5億 期貨要歡樂嗎 今天外資期貨的多單 又減了1000多口 使得目前台紙期多單的水位 進一步降到了5565口 而且現貨賣超 期貨多單減少 選擇權昨天已經翻空了 在今天持續的翻空 期限選今天做空競益的 總共是84.67億元 預衡外資翻空了嗎 從選擇權部分來看 確實是期貨部分 則是多單的減少 那如果說外資後續要持續看空台股的話 我們應該可以看得到期貨的 進多單變成進空單的流償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但如果這件事情還沒發生之前 我們只能說它的操作日趨變得比較保守一點點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說在最近行情只要一大 外資當天的期貨的多單的變化 可能就是動輒幾千口 大台加小台可能都幾萬口的一個狀況 所以顯示說外資對於台股後續的行情 其實是比較偏向保守看待的 現在看保守 如果期貨的多單翻為空變成綠色的 所以現在就要擔心外資就有翻空的疑慮 沒錯 OK 好 就是今天外資在期貨以及在現貨的動態 那今天外資賣什麼呢 或許已經慢慢在換股了 石風老師我們要請您上台來 先看到外資在今天賣的 連續三天最大賣超都在開發金 昨天賣了兩萬多張 今天再賣了一萬七千多張 賣陽明華航都是航運中鋼 台積電今天繼續賣長榮友達 石風老師今天外資賣超有什麼重點 其實在今天裡面 大家有沒有發覺到 這些都是屬於台灣50的成分個股 昨天也是 那為什麼 因為從昨天開始到今天 新台幣是貶值的 所以當新台幣是貶值的 被動型基金的賣股不要找理由 就基本上就是匯率在開始去做貶值 那我們來看看這幾檔個股 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 我們可以發覺到 他在最近裡面來講 賣了一些很低檔的個股 像陽明 長榮 這都是高股息的股票 那也就是說 當你在這種過程中 你就要去注意的原因 就是我剛剛一直強調 最近會有第一季財報的效應 那貨櫃個股是在第一季財報裡面 衰退幅度非常大的一個族群 那長榮講他第一季還是會賺錢 但是賺多少 賺一塊 賺兩塊 還是賺三塊 這有很大影響性 那陽明呢 可能主要的原因是 他會不會虧損 這會造成很大 因為整個在目前這兩檔個股 是屬於高質率的概念個股 能不能夠在除全息之前 有一個反彈行情 就是在乎他公布第一季財報的時候 不能夠利空反應 OK 好 所以今天賣了陽明 陽明是外資跟投信都在賣 所以投信也在擔心這件事情 對 因為擔心他跟既旺海之後不會賺錢 所以這會產生一定的影響性 好 說到了既旺海之後不會賺錢 萬海倒是今天外資跟投信對坐 應該跟誰呢 好 那因為我們就講說景氣循環股 你就是要賣在什麼 賣在大賺錢 對 第一本一筆的時候 買在虧錢的時候 那我們來看看在這種過程之中 投信賣萬海 那外資買萬海 是因為萬海早就在第四季就虧錢了 所以我們來看2615萬海的一個圖形 我們來先給大家看一個圖形 你可以發覺到他早就公布虧損 所以他是不是在虧損之中 他持續的一個下跌 那這個有可能就是因為公司也要自救 然後所以在這種過程我就會說 如果這個時間點 假設萬海他持續的跌跌不休 那已經來到62.7 這個已經到什麼 已經超低的股價淨值比 所以這邊裡面來講的話 他買的是不是去做回補 那我們可以再去做觀察 OK 好 今天對坐的萬海 這是外資買然後投信賣 同樣今天對坐的還有聯電 聯電今天召開法 收費了公布了第一季的狀況 獲利比去年同期減少了18% 比今年在上一季去年第四季 減少了15.1% EPS1.3塊錢 重點是對於第二季 第二季看法怎麼解讀呢 在聯電今天法說會當中說 第二季的晶圓出貨持平 那營運有望落底 來今天股價漲這樣子 終止日K連黑怎麼解讀今天法說 怎麼看股價有沒有機會直跌 其實我覺得聯電在這一次的法說會裡面來講話 我個人會給他呢 整個一個所謂一好球 兩壞球 好球是什麼 好球是他說他未來還是會高配型 所以一好球嘛 那兩壞球的原因是我覺得他講的不清不楚 第一個第二季出貨量持平 這個叫做Q啦 出貨量我們稱之為Q叫數量 那營收怎麼來的 營收要乘以你的價格 你的晶片的價格 那請問你有講這個嗎 所以現在成熟製程的價格是在往下跌的耶 因為有很多人違約啊 所以我說你這個Q 講的持平是很棒 是優於預期 可是你的P呢沒有講 那我們要怎麼去換算你的第二季 是衰退還是成長 那我說還有呢 過來他講的好 是好在哪裡 我說一個是高值率 另外一個好就說我第二季是谷底 H2回升 所以這現在是所有的產業共同講 我下半年就回升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這樣的過程中 我給聯電來講的話 我會比較中性解讀啦 因為我沒辦法算出來第二季 到底怎麼樣嘛 所以中性解讀 那第一季裡面是一塊三左右吧 那這個部分裡面 也比當初在法蘭德預估值 好一點點 這也是好的一個部分 好就線論線 聯電今天終止日可以連黑了 在股價有沒有機會在這個位階止跌 因為有一個缺口好重要 會回補他嗎 對我們把這缺口移到這裡來 那這個法移到這裡來 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個缺口上面而言 他是45.95 那現在的低點是來到了缺口的上緣 有沒有看到 對 所以我個人覺得說 假設你你持有聯電 你都持有到現在 我不認為成熟製程會好啦 因為大家在之前大家先了解到 大家看好聯電是說 你說會貿易大戰 你會轉單沒有喔 其實艾斯摩爾有講 他在今年裡面所有的設備訂單 都來自於中國大陸大成長 從18%成長到30% 就代表中國大陸管你的 反正成熟製程中美沒有限制 開始大幅的去做成熟製程的開發 所以我會建議你沒有人就不要買 是 那有的人呢到了這個區間的 你就稍微等一下 反正連接說我去年高配息的嘛 我今年還是高配息 那低劑還有一塊多 那今年這樣算一算應該有四塊吧 那有四塊高配息的話 你也不會太吃虧喔 OK好就是聯電在今天法說 然後後天 禮拜五就是聯發科了 這個禮拜這麼多的題材 除了法說之外 還有美國的超級財報週 還沒有結束喔 昨天是德儀 昨天是Alphabet 還有微軟在接下來呢 進入這一輪的大主題 如果又有法說 又有財報 水方老師第二季布局策略怎麼安排 對我們說說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我們可以去做一些的投資嘛 那我們就先來看看 剛剛有談到微軟 我們剛剛整個腎級有談到微軟 其實微軟呢 雖然他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台灣的媒體有講看好雲端 事實上他是強調AI 他並沒有像我們媒體講的說 雲端伺服器 他反而在雲端伺服器的資本支出 他停滯下來 所以你如果真的要買 你應該是要買AI相關的概念個股 而且你知道他如果全力的充斥AI 你看一下他本季裡面來講話是 548.5億美元 中間只是553.5億美元 這是比去年還增加 這是戰勝所有美國分析師的預期 也就是說大家都預計第二季是 整個一個產業上面還有谷底的時候 他已經認為他會逆勢成長 那配合到整個一個第二季 有NB的一些的新的一個出貨 所以我覺得NB相關的概念個股 AI的人工智慧的相關概念個股 應該就是未來的主軸 NBAI 好OK 這從微軟的法秀來觀察 那這個AlphaBay 其實他的漲幅是從漲4%到1% 那為什麼大家激情過後 只剩漲1%的一個原因呢 他看好的是叫雲端 那當然他這個雲端講的是AI 然後再過來他的搜尋引擎 那你總不能說我不看好搜尋引擎吧 因為他主要就是靠這個 可是他真正漲的是這一個 他授權 那個董事會可以執行庫藏股700億美元 所以我覺得他漲是這個 所以我會把這個跳過去 OK 這個就比較沒有可看性 可是今天的報章媒體沒有講到的 可是我幫大家抓出來的 應該是在通用其中 通用的重點是什麼 對 為什麼呢 因為我就說美國很自私啊 他的IRA裡面在汽車補助 大家知道嗎 7500塊美元 對 就等於好幾多少錢 等於20幾萬的新台幣 你知道嗎 那這個部分裡面是不是就 裡面就有個通用汽車會因此受惠 那你來看喔 他呢是開始什麼 他直接自己講耶 沒有人叫他講 他自己講 我調高我的財測 我調高我全年的出貨的預期 也就是說我的上季營收 大於分析的預期 我還調高我全年的獲利 從105到125 為什麼一定要講 因為這是兩成 OK 你知道 2023年可以成長兩成的公司 你抓不到啦 很少 他成長兩成 所以他會從6塊到7塊跳到什麼 6.35到7.35 而且呢 他的電動車創歷史新高 所以我剛剛已經講了 一個AI是你要投資的 對不對 一個NB是你要投資的 因為第二季有新貨 第三個電動車 電動車是不是你要投資的 我這樣講 就是告訴你整個邏輯在這裡 OK好 所以最近美股的超級財報就拉出了第二季 在資金的脈絡了 一個AI一個NB一個電動車 怎麼樣架構第二季的操作車 所以你這樣子就 因為我們說我們台灣很多都是吃美國訂單 但是我們台灣的 你要講一下 不能夠不講說 那這個部分裡面 智原 我為什麼跟他講說 聯電我會比較持平 但是我會稍微保守 是因為智原 台灣的矽智財就兩家公司 跟著金元代工的報價跑 一個是力旺 一個是智原 有沒有發現這兩檔個股最近都摔很重 其實法人賣喔 對那為什麼 我剛剛就講了 因為你第一季講你季季高啊 你現在講的是第二季還有再衰退啊 所以就不如一月份的一個預期 那所以這個原因就是來自於 庫存疊價損失 第二季中間值保守也要跌到了 所謂的一個兩位數字 那你第一月份是講你第二季 會比第一季成長 那將是不如預期 全年下修營收到衰退中高高位數字 所以如果你本身是做成熟製成的 你能不能碰 所以我剛才講說連接你沒有的就先不要碰 成熟製成的暫且不要碰 你看力積電也很弱最近 那另外一部分就很怪 今天旺宏是大跌 可是海力士是大漲 那為什麼 因為旺宏是做no flash 海力士是講的 是叫AI記憶體那一塊 他下半年看好 那這個部分就告訴你說 可是旺宏需不需要再去做殺低 我覺得我從他法所有內容上面 我會覺得你不要去做殺低的原因 雖然今天法輪都大賣 因為他前一季季節21% 任列存貨跌價損失 其中裡面還有會退收益5000萬 出來還是負的0.19 這是不如預期 可是他有說我未來裡面 預估營收是持平 EPS拼轉營 那既然是這樣那你何必去賣 雖然法輪賣 那我就覺得如果你有的話 那配合到他是跟記憶體 比較邊邊的no flash有關係 你就不用過度的一個反應 所以我們從這樣的一個角度 這個是不是有利空下跌 這是不是有利空下跌 可是海利四是有漲的 所以你就要去買比較純的記憶體 不是no flash 這樣子就知道 所以你要留意利多反應的 利空不跌的 像今天不是ABF嗎 那海利四不就是記憶體嗎 這就出來了 剛剛美國的是什麼 AI嘛 對NB NB嘛 電動車 還有電動車 這就出來了 那庫存調整 延長的股票 短線操作者先避開 譬如說你一月份講我第二季好 可是你現在沒有的 像資源這種先避開 OK 然後近代落底再行留意 你不要去賭 低點在哪裡 不用去摸底 那短線操作者 剛才有沒有講 利首記憲這是基本款 那如果你要再選 比較強的就是守月線的個股 那這樣的話 你的操作邏輯就出來了 好 這幾個剛剛講的 包括了最純的記憶體 然後NB啦 AI啦 電動車 萬宏說 索芳老師說現在也不用再賣了 我們看一下智元好不好 智元在今天第一季的營收不如預期 第二季可能現在看法還是持續的保守 今天這樣子呢 對 我覺得他如果有爆大量 我是覺得還可以再看 可是他今天也沒有爆什麼大量 我們來是開始看長一點點 我們看長一點可以發覺到 他呢 在這個時間有出一個量 這個缺口在這裡 對 今天已經回撤了 對 對不對 今天已經回撤 然後再過來 他有這一個 他的上升趨勢線是不是也跌破了 對 所以我覺得這一檔個股呢 如果 如果他能夠去做止跌 這個低點呢 最低下是142.5 那我覺得呢 如果到了142.5 他能夠止跌 那就是一件好事情 OK好 這是智元 那接下來怎麼沿著這財報法書的脈絡 來選股票 對 其實我剛剛有講 其實整個一個微軟 他並沒有講他的資本支出 在雲端伺服器要增加了 但是因為今天那個圍影就是強嘛 因為他是工有雲 比較多一點點 工業用的雲比較多 那你就把它列進去 至少如果你要買雲端伺服器 一定要記住我說的 要買工有雲 工業用的雲會比較好 那轉落點定在908或是季線 那具有科技 其實IP矽子財 我真的很不想選他 可是他今天就是拉漲停板對不對 一聽到AI就拉漲停 為什麼呢 因為台北股市最近比較投機 低價股容易動 他是矽子財裡面 有沒有發覺最便宜的 100多塊 那今天是拉漲停板 但至少他守住季線 轉落點定在115.5到160 那真正的指標應該是這兩支 OK 來3661看一下市新 為什麼說真正的指標 應該是市新 市新季線還沒破嘛 OK 那創意的部分 裡面我們來看一下 3443的創意 他已經破 所以一個是多方指標 一個是空方指標 那我們說空方指標 先跌的先止跌 那就代表台北股市 弱勢個股可以去做止跌 OK好就是從具有拉出來的脈絡 連加 連加我們就跟他講 你剛剛講通用汽車好 那通用汽車裡面 在美國能夠去接這些美國訂單的 大概主要的一家公司 就是連加 可是他主要的部分 是在下半年會大成長 他轉落點定在季線 像這種個股 你看6288的一個連加 你有沒有發覺到季線在這裡 他還在這裡 而且他大量區間還在這裡 他算是很強 那這個就是什麼 你要嘛就等到第三季再來買 你要嘛就是慢慢買 這樣的話會比較穩定一點點 那我們再看下一個部分 茂達 這個我要先講 我剛剛有沒有講萊捷跌停板 有 你今天最近裡面 你有沒有發覺到報道上 每天講PMIC很好 PMIC很好 可是你就看到萊捷兩根跌停板 萊捷就是PMIC電源管理器 他也是 那他好處是他有DDR5 我先跟他講 他第一季財報會有利空 好 可是法人一直買哦 所以你看到法人一直買 那你就要注意 萊捷也是之前法人一直買 對不對 那這檔個股未來好不好 未來明年成長性很好 可是今年就是要度過這個財報利空 所以我會建議你 膽子小就等第一季財報公布完 再來賣 膽子大你在玩 然後轉落點 你可以定在季限 那國劇的原因是 他的法售會也講了 他到歐洲去做一些的投資 投資什麼 車用 所以他第二季是持平的 那第三季 兩家合併公司都會進來 明年會大成長 那所以這種公司裡面 你就低接 越接近480塊錢 你越去接 你越安全 轉落點連線 那藍亞克剛剛就講 純記憶體了 你海力士純記憶體 或是什麼 要嘛就是買DDR5跟AI有關係 要嘛就是買純記憶體 那就是南亞克 你有沒有發覺 投信金還買華邦電 是 這就是記憶體的部分 那海力士的第一季財報利空而不跌 那你轉落點在季限 所以如果你要買長 就是利空不跌 是 那你如果要買短 就是選月季限的個股 這就是你的選擇 了解 好謝謝鼠方老師 請先回座了 從美國的超級財報 到台灣的法學會 整理出了第二季在佈局的重點 第一個 AI 第二個 NB 第三個 電動車 台灣的一個法學會 可以著重在未來 做記憶體 越純得越好 成熟製成 可以暫且先不碰 熟方老師給他的建議 今天我給你做參考了 好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我們要更聚焦了 現在台股已經進入了高檔震盪 是多 是空 不知道 下禮拜還有聯準會到底升級嗎 以及還要不要升的變數 所以現在我們要來檢視你的個股了 哪一些拉回來不用怕 還持續報警處理 哪一些已經見到一個跡象了 最好有賺先跑 誰該買誰該賣 休息一下 我們帶您大檢視